好几只大型长毛犬 休息时挤在小小空间 员工说看得实在不忍心 这是台中一家标榜宠物友善餐厅 在餐厅的一楼养了阿拉斯加雪橇犬 伯恩山犬 巨型贵宾 哈士奇等大型犬 但前员工说店内的温度 让这些寒带犬根本受不了 不止前员工踢爆 宠物餐厅冷气有设定开机时间 还有人向洞宝处检举 店里的阿拉斯加犬疑似出现中暑情况 对此业者回应 已经请受医师检查 狗狗是身体健康出问题 不是中暑 实际来到这家餐厅 落地窗前的室内温度显示30多度 不过洞宝处人员到场击查 测温枪往内测 大约29度 但这对耐寒不耐热的 阿拉斯加雪橇犬来说 这温度对他们而言 可能也不太舒服了 高纬度的一个动物 其实它可能需要在温度30度以下 比较适合它的一个生活环境 业者喊冤 强调是冷气出风口 被狗毛卡住 已经派工清理 在7月3号的时候 把我们的全部的管线 绿网全部换 新木化三万多块 我们的店面 它这全部都是落地窗 所以说它的阳光指数 这真的问题较高 那这没可能在 尋常中的有些地方 狗毛迷茫的 完全也就不关心 觉得还好 那上面比较凉快 位于北屯的宠物友善餐厅 客人来了上二楼 但店内大型选择都在一楼 与用餐后的客人们互动 东宝处强调 依据动保法规定 司主对于受伤或离病的动物 要给予必要的医疗 高纬度全种 饲养环境也要在设施30度以下 如果违反规定会要求改善 否则予以开罚 TVBS新闻 廖凡一红彩伦 苏太盈台中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